不是在德國很好的發展 其實是在美國 我是德文系 那麼以前也當過國文老師 當命都是當過國文老師 那為什麼說本來這應該在美國很有發展 因為這是被一個國文老師害的 因為當初我大學畢業的時候 耶魯大學給我一個獎學金到美國去 可是我德文系畢業了 所以我就去問我的一個國文老師 他勸我不要去 我說為什麼 獎學金在耶魯大學 他說 耶魯這個大學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們說過一點 耶魯周朵啦 會碰到鬼一點 耶魯走朵都碰到鬼 所以給我賣錢 所以結果 我心想這樣也是有道理 我就留德權 抱歉 我這句點位一定要跟他講一下 因為太極了想要聽他上課 所以趕快把他拉出來 結果他還有電話還不是解決嗎 他十二年大開始 好 再一次掌聲 我來講一講 那既然是學德文的就是劉德 日後果然印了一句話 劉德青山寨 不怕他沒財神 我就想到了德文 那各位有一些我剛剛好像在美國 有幾位朋友在美國見過面了 那麼這個各位 看到各位每次畫得到幾個兄弟姐妹一樣 那也有幾個德國的韻如姐 還有剛剛又重新碰到面的西關兄 這個我很榮幸有機會不敢說是來上課 我跟各位一起談一談我在過去那幾年來的一些 所觀察台灣的一些現象 那有一些地方各位從海外來看 因為有距離可能看得更清楚 但是彼此的感受可能不太一樣 那我是我的背景 我常常講我的背景有點特別 我父親是中國廣東 從1949年的時代一個人從中國來到台灣 那我媽媽是高雄騎鯨 我父親是廣東 汕頭是一個海港 我媽媽是高雄騎鯨也是一個海港 我阿嬤 我媽媽的媽媽阿嬤 對 我的漆壁也是一個海港 漆壁都可以 我以前不是叫漆壁 我以前本來是叫伯母 我阿嬤你比了還要漆壁 然後我父親跟我母親認識以後 再從高雄的騎鯨再搬到台灣桃 台灣的基隆又是一個海港 所以我的背景兩種說法 一個就是四海方 我四個海港 另外各位如果我看這樣一個背景 中國的廣東 從洪湖的騎鯨 高雄的騎鯨一直到台灣的基隆 基隆 他情況各位如果瞭解 基隆裡面有非常多的火羅蘭 還有中下階級的軍人 中下階級的軍人 基層的士官長這些人 還有很多原住民 還有一些我小時候認識的 從日本時代留下來的琉球人 沖審人沒有回去 那我如果用這幾個 我的家事的背景 我父母親 溫阿嬤 我四周的人加上我自己 去德國 回台灣再去德國等等 我的背景也可以用四個字 背景叫做離鄉背景 那這樣的一個離鄉背景 最後大家都回到一個地方來 這個說的就叫做台灣 所以我老爸雖然同學人 在當中出信息的人 最後最後是來的台灣 但是我老爸電腦 絕對不肯寫畫風箭筒 所以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 某種程度就構成我今天 我的題目的一個出發點 土地跟人的關係 那民主 我們的題目 我這邊是就是台灣的 台灣民主的價值與挑戰 但是我上面特別加了一個 為了今天這一個 我算是演講好了 我特別加了一個 從兒童不贏 那當然這個疑是疑惑的 為什麼用這個詞 這個是就是我今天 做這個演講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出發點的教育 那我是在台灣的教育界裡面 甚至1987年到現在 也已經有超過30年 已經35年了 1987到現在 25年 再加上我之前的這個 在台灣或是東武德文系的 念了4年 福大念了研究所3年 就7年 再到德國5年 再做研究3年 再做祝德代表 在德國總共待了10年 基本上就是在人文界裡面 或者外交界裡面 那我就注意到一個狀況 如果我們要講說 台灣的民主也基石 為什麼這麼薄弱 我們現在不能講說它沒有 可是它從沒有到有 也基石也低作 為什麼這麼薄弱 當然原因非常多 隨便講一個 轉型正義沒有做好 我們本來要給它轉型 結果它反過來給我們整型 整成一趟糊塗 郭議長講說 那你到底要什麼 我說我只要冰塊 I just want I want just ice 我到餐廳裡面支點這樣東西 I want just ice 可是你如果把just ice放在家 I want justice 好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就是說 在台灣的一個民主轉型的過程裡面 當我們講到台灣民主的價值 事實上 我們要講的就是說 你竟然是國民 台灣民主之前是沒有的 那不管是日本時代 或者是國民黨的時代 一直到日本從1895 國民黨從1945一直到1987 這個戒嚴的時代 就這一個1987 1945 超過幾百年 106年 超過整整一個世紀 台灣人是在一個被外族統治 當然這邊外族也許叫做外來政局會比較好一點 也就是說 即便你是到最後事實上是融合的 或者是拉攏的本地的台灣人參與統治 但是你的心態還是外來的 這個情況一直到今天 基本上並沒有改變 我們從這兩天正在夯的一個新聞 就是中國跟他們的護照 護照 他們跟我們台灣的幾個清水淡癌等等 你如果真的要有夠誠意 你要把清水淡癌放到中國護照裡面 也可以你夠誠意 那你就把蠻友放在斷癌邊邊 如果他還講 我每翻一次他就掉下去一次 但是他這麼做以後 結果呢 結果到現在沒有反應 那位子會沒有反應 其實理由更簡單 他很矛盾 那為什麼 他身為台灣的總統 他照道理講 他應該要抗議 但是他是台灣的總統 可是他的心是在中國 這個就是 這是一個悲劇也是一個悲哀 那這個比如說 我們今天這個聽叫做尼采廳 尼采廳 是一個中國的哲學家 1844到1900 說的是很有意思的 我看到尼采就想到嘛 因為尼采開校進行 他在一年前 也就是1879 也就是說 距離他死亡 他有十年的時間 他以狼 狼這個小花 有人說是因為某種病 但總而言之 他在發瘋之前 他有天在一個街上看到一匹馬 真的是看到一匹馬 那那一匹馬被叫蠻狼 那這時候尼采已經是有點瘋了 他衝過去抱住那匹馬 抱住那匹馬痛苦 從00開始 他十年之內 沒有完全的恢復過來 然後最後在1990年死掉 所以 人家說這是一個悲劇 就是說 只要跟馬在一起了 就會有一種悲劇 那這個悲劇放在臺灣夢稱度是一樣的 我看來就這一點再來 那 如果從現在所發生的事情來講 很多人會覺得這個 為什麼一個國家的總統 民選的總統 也就是說他有足夠的這個democracy的這個基礎 但是呢 他完全在面對中國 完全不但沒有聲音 甚至於會低聲下氣 該講話說沒有講話 再往前挪一個禮拜 達賴喇嘛 達賴喇嘛 這個 竟然是我們臺灣的好朋友 但是呢 他現在馬英九當選以後 他會來臺灣如此困難 這持機不移 或者是說這個以後再講 或者說很困難 所有這些都證明了一件事情 臺灣的民主正在一點一點 如果有的話 正在一點一點被腐蝕掉 這是我們很多人的目前非常擔憂的事情 先不講這個如意建國能不能成功 光就這一點就是人民做主的這個基礎 就被腐蝕掉 那這個問題是非 這不是一個歷史的問題 這些建議現在正在發生問題 因此就變成人民不管是在哪邊 或者國際友人 或者是海外的臺灣人 開始擔心這個民主的價值 正處於被嚴峻受到嚴峻的這個挑戰 那這個是一個開頭 這現狀是這樣 臺灣如果說有民主的這個得來不易 我在帝國的時候 很多德國人問我們 就是說你們為什麼不跟中國合作 也就是說 中國在他們的當時的這一個世衛組織 曾經透過德國的官方跟我講 因為我們去遊說 希望他們支持我們成為這一個觀察員 然後呢 有一天就有一位蠻高階的官方的跟我講 就是說如果臺灣願意的話 他可以促成他有管線 他有管道可以促成臺灣變成聯合國 不是觀察員喔 不是世衛組織的觀察員 而是正式的會員 但是呢 是寄放在中國之下 就中國可以爭取多一個會員裡面多一個人 那一個人就有臺灣來代表 那我們就在世衛裡面 但是變中國之下 那我就跟他講就是說 臺灣人在過去的這一個幾十年的 就最新的他的這一個戒嚴經驗裡面 在這個Marshall Road的這一個統治之下 臺灣人知道什麼叫做自由 什麼叫做獨裁 有了這個經驗以後 第一我們對於自由的智慧更能珍惜 第二 Never again 那會叫做Nin leader 他們的二次大戰以後就永遠不要再有戰爭 我們想說永遠不要再回到 不管是第一個國家還是另外一個問題 永遠不要再受到獨裁的統治 沒有一樣東西比這個價值還要高 那我們如果講說臺灣的價值 民主的價值 當然如果用這個民主的價值 但是我們如果問臺灣人的經驗什麼叫做民主 如果問很多人可能會不同說法 但是對臺灣來講民主跟自由 這邊自由就是心智的自由 免於恐懼的自由 還有呢 死貴老老所謂的自由 這很重要 我們講到自由常常大家都會講到 意志上的自由 其實身體的自由也非常重要 我記得我1980年在中國進行 我可以得到這個中國很輕 那要去辦幾樣東西 一個叫梁明正 一個叫梁明正 那另外一個就是要去教育部 上他們的留學講習 出國留學講習 那一台天都說什麼 上兩天 每一天是上午四堂課 下午三堂課 一共是七堂課 然後你們都講什麼了 這兩天十四個小時 只有一個小時是介紹 譬如我是留的我參加歐洲的那一班 他只介紹歐洲要有人來講一下德國 給你當地留學生的這個電話 第四 其他七個小時都在講 如何跟共匪 當時還是共匪 如何跟共匪反統戰 還有他們用什麼方式給你接觸 你要怎麼換 你第二天上完 你以為你要去匪區留學 你怎麼把你公職 那但是你如果沒有參加的話 你拿不到出國留學講習證明 你就沒有辦法辦護照 沒有辦法辦護照 你就沒有辦法出國 我講的這個自由 所以當時非常多的人 很不容易出去 出去後回不來 有的回得來出不去 那麼最慘的一個 其中一個叫陳文誠 回得來出不去 有非常多人出去回不來 我在外交部的時候 那個部長是陳唐山 陳唐山就是他人在美國的時候 他沒辦法回來 他家裡有人貴心 他只好站在這一個岸邊 搖向向台灣搖擊 所以我在美國演講 是說一個政府獨裁 人民沒有前行的自由 今天我們如果在 不管是國民黨或者是中國來統治的話 我們也會被限制 而這個是自由可以活動 這個自己可以活動 我們願意去哪裡 或怎麼樣參加什麼活 這是我們的自由 所以我記得我當時跟這個德國人講說 在戒嚴的時候 一般人是出不了國的 所以後來台灣人 因為靠自己的努力 在世界各地 游走把國外的東西帶進來 把台灣的東西帶出去 早期是把外面的帶進來 從美國把民主思想帶回來 從日本把民主思想帶回來 然後台灣一家這個牆壁 把裡面的一家培訓 把裡面台灣的產品發出去 然後做生意 慢慢地透過這樣的一個交流 台灣才慢慢有機會 培養民主的基礎 所以你不是國民黨給 所以我當這個台灣人要想 什麼叫做 我就跟外國人講說 台灣為什麼叫台灣 T-A-I-W-A-N 各位知道嗎 自由原因 這就是我們的 基本上的旅行自由 叫做 Traveling around is wonderful and necessary T-A-I-W-A-N 那這個 這樣的一個身體的自由 當然還不夠 那麼抑制精神的自由 被禁錮了更久 那我給我角度來看 我在裡面 台灣人滑倒角線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那這個是我在德國受教育 所受到的震撼 這是我在德國受教育 我認為台灣的民主即便到今天 還有還是沒有辦法 那個軍啊 那個筋啊 那個筋啊 沒辦法搬到 基礎不弱 是因為我們的民主 我們的民主的確是從上而下 從少數人進入大多數人 從大陵還沒辦法往小孩 我們是透過街頭 對不對 透過我們有程度海外的壓力 美國的壓力 日本人在跟我們這個倒三天 慢慢的 我們是從外面逼死國民黨 逼死這個蔣軍武 在他年老之前 在他貴心界前 讓他的感覺 讓他的感覺 有這個感覺就是說 有一天 有一天 整個台灣人會變成台灣人的天下 或者是變成台灣人的國家 他有這個體會 所以各個還有印象 不是 那不是說他自己 當人之相識 人之相識的起言演善 人之相識的起念 不是這個樣子 是當時的壓力 負面現在你們在這邊 都做出了你們的貢獻 讓他感受到局勢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但是並不是從小上來 那我要舉一個相對的例子 這個contrast來看 就是結果 結果第二次大戰之後 他的鑽形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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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是因為有盟邦 也就是說美國 法國 英國 跟俄國 後來俄國跟這個 這個華沙公約跟這個 這個西洋公約分開後 但是法國 美國跟英國 他們在德國 他們要把什麼 要把過去納粹的 右派集權思想 從根把它戳掉 所以他們做了幾件事情 其中一個叫做 叫做這個紐倫堡大省 其實那個大省是複數 好幾個 就是好幾個 還有法蘭克福的大省 另外就是在他們的小學教育裡面 小學教育裡面 他們從小 開始教他們 讓小孩子 對培養一個什麼 培養一個歐洲 或我們也可以講歐美 從18世紀啟蒙以來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基本的生活態度 這個生活態度就是說 要保持 隨時保持一個獨立自主的判斷力 那所謂獨立自主判斷力就是說 對現狀 基本上要認證以後才能相信 也就是說現狀的合理性 必須被檢驗 所以你們的小學會教育 如果我們看他們的課本 我準備了幾個給我 你看他們的課本 他們的課本的題材是很有意思的 我給你看一下 就可以對照出來 為什麼台灣在這一塊上面 來看看 OK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 Traveling around is wonderful and necessary 這個是我們看到那個 馬英九跟這個拿來塔嗎 這個就是邪惡的馬英九 右邊那個 好 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德國小學的國文課本之一 那個我順便跟你講 德國是這樣 它各幫有教育權 這個不是中央高舉 而是各幫的教育權 也就是各幫可以決定他們的教材 各幫可以決定他們的教材 沒有所謂的統一教材 台灣最近幾年也開始 有所謂的這一個一綱多本 那Belto Brecht這個人 你可以看到他歷經了一次大戰跟二次大戰 二次大戰結束以後他到東德郡 這個是德國少數 因為在西方 也就是超貴德國以外 包括美國他們所熟悉的一個文學家 我們看看他的作品之一 我們就說窮人碰到富人 這是我把它中文翻譯 窮人看到富人 窮人看著富人一眼 然後我說我現在才知道我為什麼是窮人 這是他們的小學課 然後到大學還在討論 那這邊有講就是說 窮跟富之間有因果關係 然後他們就開始去舉一個例子 那他們老師上課的時候就會開始舉例 那麼當然會從工業革命前跟後一路這樣下來 然後在這個地方他們就會 學生就會對於社會制度 他們會對於什麼叫資本主義 什麼叫做社會主義 什麼叫做社會福利國家 什麼叫左派什麼叫右派 他們的國語是這樣子叫 好 那我們台灣的教材 我舉另外一個例子 當然它不是負面的教材 這個陳述局阿嬤各位應該聽過 這個 台東裁判陳述局捐款協助弱勢的故事 以許多迴響 那麼這是2010年兩年前 在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上 教育部長吳清晰面對立委提問 是否可以將他的故事列入教科書的時候 那麼對方那個教育部說 教育部在進行中 也就是說 我們會把這樣一個溫馨的故事 放到我們的小學課本裡面去 然後在小學課本裡面會寫些什麼 我就到處去搜 絕大部分 幾乎大部分是99 都在講 這是一個溫馨的 令人感動的一個故事 可是如果 如果在這個文章 可以放在德國的國語課本裡面 可是它絕對不會是矯正 然後他們就會問 老師會怎麼問 當菜份買菜 一個月可以領多少 大家就會去問 然後他就會請一個統計做調查 調查回來以後 就發現一個月 較好的可能五六萬 較白的可能兩三萬 再問 那他們生活情況是怎麼樣 才會去六點起來 甚至要五點起來 才會去賣錢 等一個燈燈 還有黃昏市場 然後整個社會的 整個社會的很普遍就會進去 然後接著再問回去 就是說 那他其實他不是一個有錢人 可是一定還有人比他更窮 那他都是幫助哪些人 結果去調查 這一錢都捐到哪裡去 比如捐給孤兒院 捐到這個 然後就會開始去問 奇怪 那這些東西國家沒有變經費嗎 他們會這樣子教 可是我們的 我看到 各位有機會還可以再去看一下 全部只強調溫馨面 好像這個人是活在一個 一度空間裡面 他的社會後面討論的面向全部沒有 因此我們的學生教育 他只會看到一面就是說 那以後這是我們的典範 問題是人生除了點飯 還有點菜啊 你只點飯不點菜不夠啊 那那個面向是什麼 那這一個例子 那我再給各位看一下 這是另外一個 他們德國的國語文教育 那麼有很多人拿 翻譯成德文的作品 那其中一個去拿 德國的Postoy 那Postoy又寫過 這一個長篇小說 那我們就把Ana Carolina 或者戰爭與和平 我們來看一下 他有一個小篇故事 這是我把他就是 德國人把翻譯成德文 我再把翻譯成中文 給各位做產過 他有一隻母雞 孵出了幾隻小雞以後 為了怕牠們受傷 因為有老鷹啊會怕 所以又叫這些小雞爬回蛋殼裡面 可是因為爬出來的時候 蛋殼已經破了對不對 所以呢 很多小雞再爬進去就被刮傷 最後終於有一隻小雞 就對雞媽媽說 媽 那你如果怕我們中山 你就整隻不要把我們吸出來 這是他們的小學教育 那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對小孩子的教育 你如果 所有的要給牠保護得好好 那小雞又會是小雞 既然是小雞 你乾脆就讓牠回去不到蛋裡面去 好 那在德國牠們會怎麼教 因為我的同學有些是德文老師 德國的德文老師 那就接下去問牠 這個故事 因為小雞 在真實生活中 小雞不會講話 所以在文學文類裡面 只要出現動物會講話 通常不是同話就是預言 那如果是預言 牠會有一個 德文叫做有個啟示 一個moral 一個moral 有一個啟示 所以老師就問了 第一個 那這個啟示是什麼 那倒滿容易回答 你看保護太多 其實是另外一種傷害 第二個問題老師會問 那這個故事是講給小雞聽的嗎 不是 這是講給 這是寫來給人讀的 小孩子在讀的 所以就問 那小雞代表什麼 雞代表什麼 最後就會有人 因為他們的國語課 他們的社會課 最後就有人講說 嗯 這有沒有可能是一個政府 把牠的人民保護得好好 美其名叫做保護 但是呢 另外一個就是控制 牠可以告訴你什麼可以做 什麼不要做 當牠要你不要做什麼事情 牠的理由就是什麼 就是為了你好 這種地方非常熟悉 所以牠們的學生會從這裡 就會學到真的叫做畜類旁通 因此這樣的一個故事本身某種程度 因為這是小雞對母雞 那我們知道權力的結構裡面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發問的人有權力 被問的人只能答 那是一個權力的對象 所以各位如果了解為什麼 我當初派去帝國做大事的時候 人要不去帝國 國民黨行業法來立法院來接受備訓 那我就說人要不去啊 我要拿什麼 那就你來就對了 金武聰就是分明來 你知道為什麼 現在變成金武聰就先放牠出去 一個月以後 十二月的時候要不來 這邊的關鍵不在於金武聰 人不能給牠問題 這邊的關鍵在於我的解讀是這樣子 你們哪有問我的資格 被問本身就是一種下位 問的人就是一種上位 以後我就接受 這個我們在非常多的情況裡面 都看得到 問你答就對了 這個叫做什麼 坦白從寬抗拒處理 你如果這是一種權力結構 考不達的小說審判裡面的第一句話 就是一定有人誣告了牠 一定有人誣告了牠 因為牠在沒有做錯任何事情的情況下 就被抓起來了 就被逮捕了 那這部小說就是變成這一個 男豬腳在找 他在找法院 他找不到法院 但是法院要找 他隨時可以找得到 這個是當時49世紀末 20世紀初 對這種還沒有進入民主時代這種情義 所以這是因為歐洲或是說我的帝國 或是說美國 基本上也是這樣 就他們在小學培養的 不是一個聽話的小孩 他們要培養的是一個 有很多問話的人 有很多question的人 所以上課或上課中 他一定有Q&A 什麼叫做Q&A 他們叫做一個question 有一個answer 在台灣生 你敢給我question Q&A 就是quickly給我run the way 因為台灣的教育 基本上他整個設計 即便社會型態有改變 他整個型態還是以聽話 所以在這種情況 各位你們想說 在這種情況之下 即便幾年到現在 我們有上課28 228在我們的課本裡面放進去 白色骨布在我們的課本放進去 但是各位如果有機會 問問你們的孩子或朋友的小孩 或者你看看課本裡面 他們是怎麼處理這個議題 那他們怎麼處理議題 各位不要忙著去問 我只要告訴你一個狀況 各位一定有看到馬英九 在228的時候道歉 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人注意聽 或者你看看現在的228集機會裡面 他都會寫到那個時代所發生的事情 各位如果你注意聽跟注意看 馬英九哥怎麼說 228 228的時間 之前還有講關閉民反 他現在不敢這麼講 228是政府的錯 這叫對來錯 不對 為什麼不對 對 他是講這也是的錯 OK 你這句話是對 但跳了一步 他要講 OK 他如果講執政黨的錯可不可以 228是當時執政黨的錯 這句話對不對 這句話嚴格講是錯的 對 對 因為 因為 如果 如果所有的人都是男性或者女性 就不會有男性或者女性 就是人 在當時根本沒有在野黨的概念 所以也不會出現實政黨 所以他不可能講說是執政黨的錯 這第一個 第二個也不能講執政黨 因為執政黨是普通名詞 不是專有名詞 那剛剛有人講蔣介石 OK 他是專有名詞 很清楚的指的那一個人 也有人講是 說是國民黨的錯 OK 也算專有名詞 不過嚴格來講 蠻久的應該講 他除了講蔣介石 至少他應該講 是國民黨政府所犯下的罪行 他為什麼只講政府 包括現在的228基金會 你注意去看 他提到這些事情 提到是真的發生的事情 但是讀到他這些228通訊裡面 所講的當然 你真的不曉得是哪個政府 你上網去看看 馬英九沒有講 是國民黨政府的錯 是政府的錯 好 統派的人他會怎麼講 有一年民進黨還在執政 然後那個講到台大哲學系事件 那藉由有人去訪問 當時哲學系事件 台大哲學系事件受害者之一 這個人被稱為是統派 叫做王小波 同樣是小波 同樣是小波 一個姓有一個姓往那查之一 然後記者就訪問 訪問這一個 這一位受害者 然後你知道他的要求是什麼 他說要 要我們教育部長道歉 各位朋友 賈榮 賈榮 從當時一直到平凡的那一天 一直都是國民黨在執政 那麼政府就是國民黨 國民黨等於政府 那你就是要政府的教育部長來道歉 這說得通 因為你是一個政黨 那這個人也不是不知道 這個也不是不知道 我現在應該保留一下 就是不是王小波 我不是很覺得 但就是一個統派的人 他被這個 被這個 被當時 你知道這個當時的國民黨是 他是要反攻大陸 所以統派也對他也是不容易他 好 結果呢 就這樣 國民黨政府做的事情 民進黨替他來平反 他叫民進黨政府的教育部長 他就把他賭卿 如果這議論行得通的話 這議論如果行得通的話 我們前副總統這個 這個呂秀蓮 他是美麗島的受刑人 關了將近七年 那美麗島後來平反 你想想看 你問呂秀蓮 副總統說呂秀蓮 你覺得這個美麗島 要怎麼給你賭卿 這個賭卿 呂秀蓮 呂秀蓮副總統說 這個關專區 當初禁錮 故意陷害和失禁 我先來很晚譚 你現在看呂秀蓮接著說 我要求現任的總統跟副總統跟我道歉 那另外阿扁沒嚴對不對 所以呂秀蓮只好辦個禁止 站在禁止前面 不好意思 我們從這就看得出來就是說 到現在 但是他這一招他可以用 為什麼他能夠這麼不要臉 我講說不要臉 我們台語裡面其實 國語裡面不要臉很強 台語相對的比較難 我們說五弟 這個下戲下降 味道沒有那麼重 那北京橋跟不要臉差很多 台灣人的北京橋比不上中國人的北京橋 不要臉 那總的言之就是說 你從自己看過 他這個人他為什麼幹 他怎麼幹 做這個事情 因為可能台灣有一半的人 無所謂 尤其是年輕的孩子 那為什麼無所謂 他們對這些事情沒有感覺 但明明有上228 有上白色恐怖 有上紀元 那為什麼沒感覺 我的認為 大家都強調 我一直覺得 那上次我自己也沒有見到 應該大家都認為 歷史課本要把228放進去 不是 除了這個以外 歷史課本以外 你還要把國文教育 你不一定要放228的這個文章進去 可是我們的國文教育 應該要放一些文章 可以讓我們的學生 讀了以後 能夠啟發他對於 事件、真理、風力、真理的興趣 台灣有沒有這樣的文章 有 我來看一下 因為這字很小 我就站在這邊給各位看 1992年 台灣幾年已經進入第五年 已經幾年進入第五年 那一年我們的國小四年級 也就是第八學期 國語課本的第四課 有一個課文 編輯文順便講一下 其中一個叫做林海英 在我們台灣來說 算一個文學家知識分子 但是在那個年代 一到幾年以後也免不了 我們看著 他們挑了一篇文章 第四課 叫做中正紀念堂 我只要唸幾句話給同學 給各位朋友聽 民國69年4月6號 民國69年就是1980年 蔣介石已經去世了五年 蔣介石是1975年貴姓的 民國69年有些蔣介石去世五年以後 民國69年就是1980年 台灣還在戒嚴 4月6號是中正紀念堂 落成的第三天 現在就是貴姓要開始去 中正紀念堂落成第三天 那一天恰好是星期日 父親特地帶我去沾養 這個動詞去沾養 我們走到中山南路 看到人群像泉水一般 從四面八方湧來 充分表現國民對先總統講功的 懷念和敬愛 我們最先看到的是正面的 正面白色的牌樓 這個牌樓有五個大拱門上面寫著 上面鋪著蓋著藍色的流離網 當中的大門上有一個橫匾 寫著提著大宗治政四個字 我為了看上面的這個地 一直向後一樣 好像站都站不住 更覺得牌樓的高大 自己的渺小 過了拱門 有一道圓形的花壇 大小像個足球場 種了滿地的紅花 我忽然領悟到 牌樓和花壇配合在一起 恰好是後面那一頁 恰好是藍白紅 我們千天白日 滿地紅國旗的顏色 凡過了還有一頁 上面寫的就是 我站在那個地方 看著四周 前面講四周大大小小的 大人帶著小孩來瞻仰 懷念蔣介石 最後一句話 最後一句話 不禁懷念起先總統蔣公 這是這篇文章 那這是我們的博語課 這是我們的博語課 我後來繼續再找這篇 已經找不到 然後已經 已經沒有這種課本 已經沒有了 可是取代的 並不是正常的 非常多的文言文 非常多的文言古文欣賞 有少部分的這一個現代文 那你看看 這是我們當時的1995年 幾年以後的 那我給各位再看 好 另外一個 1975年 我剛提到 那我們的文修作品 可以寫寫什麼 譬如說1975年 1975 我們這邊有沒有加拿大回來的 那個東文白的林文德 對 你都知道 我很榮幸跟他有幾面之緣 他也有送過書 或是讓逃殺的 你這裏做的 做大師事 他要再來 他要再去 他要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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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時候來摩林的時候 已經有一點 不太舒服 不過這一個很值得敬佩的一位作家 那1975年 東方白寫了好幾篇 其中一篇叫做孝子 那放一點 好住 1975 這個孝子裡面寫的是什麼 裡面寫的就是 在某一個村莊 在宜蘭某一個村莊 當地有一個人 大家都說孝子是好住 那為什麼說孝子是好住 因為 因為他父親 雖然是不怕冷凍 爭逃爭位大家看到又嚇 但是呢 對他的兒子來講 因為從小的教育 所以這兒子認為全世代最好是我老爸 所以等到他這個父親過世以後 他就花大錢到萬華 到這個台南請師傅到萬華 因為有中國的福州山來 買最好的福州山來做觀察 找最好的師傅來寫木字名 結果呢 棺材都買好了 可是呢 寫的木字名 他總覺得寫的不夠好 我老爸那樣 寫的不夠好 他就不滿意 不滿意 改來改去 最後他就講 乾脆自己就上山 可能跑到觀音山或哪裡 只要看到大一點的木牌 他就去抄 就去抄 每天回家以後就覺得看看不滿意 第二天再去 那麼有一天 他又去了 去了抄抄抄抄 抄木牌 朝他跳 就睡著 睡著 睡著睡著 突然之間覺得一股陰風吹來 眼睛一張開 發現旁邊的那些墓碑啊 人家都空了嗎 頭像沒人啊 眼睛一張開 每一個墓碑前面 都跪了男男女女的老先生和老太太 他在做什麼 他拿了一個刮刀 在刮木牌上面的刺 在那邊刮 旁邊有牛頭馬面 在那邊吸吻 然後他就問旁邊那個說 欸欸欸 阿伯阿伯 你們在做什麼 別吵別吵 聽懂要歪 聽懂要更啊 別吵別吵 他再問下一個 別吵別吵 將會不會有啊 後來問了第三個 第三個就跟他講 唉呀 阿伯 怪我們那個好心啊 那是怎麼樣 我過心過過心 你又好好給我去 大家就去上頭 夢霸的上頭 都一天死 都一天死 東京生我的命 這樣就夠了 無情無情 把我寫一頓 說我是多好 如何好 做什麼善事 這都嫁我怎麼做過了 結果 來到炎羅王那邊 拿出來一頓 一拍一拍兩頓 一拍一拍兩頓 所以我們這些人 就被炎羅王 每一天天一黑 就以牛頭馬面帶隊 帶到我們的墓碑前來 把墓碑上面寫的那些 全部把它刮掉 然後呢 刮到天快亮回去 第二天再來 昨天刮掉的 全部又出來了 我再刮一次 我想這個林文德 他用了西方的西吉佛斯 西吉佛斯的那一個 撒一口 撒到你了 那要撒到 可不可以再一次 再用 可是各位朋友 如果我們今天把這個 這是一篇絕佳的一個預言故事 我們如果看看這個背景 應該怎麼交 或可以怎麼交 1975年 1975年發生什麼事 九月九貴心 九月九貴心 各位 你如果去看 當時的一些文件資料 你就會看到 當時的報紙 全部是黑白的 報紙上有寫 非常多的舞廳 酒家 娛樂場所 自動歇業 變成黑白 再看隔年 1976年 全國 我就講這個 當時的金華國中 負責編輯了一本 全國國中學校 埃斯先總統講公的文章 然後裡面寫的 他是 好像 他是一個世界偉人 他是一個民族救星 他是台灣的救星 所以有人到那個吃屋去 帶外國人去 然後解釋給他聽 他說那是什麼 那那個人講就是說 這裡埋的是 這裡的先總統講公 是世界的偉人 民族的救星 台灣的希望 結果那德國人一聽說 好歹也是個總統 怎麼死了以後 四個人埋在一起 因為先總統講公 民族救星 世界偉人 台灣的希望 那謝郎來之後會 因為在他們觀點裡面 不可能一個人同時是這樣子的 那如果我們看他裡面 所以這一部 這一部 這個短篇小說 他反的 我們知道小說是虛構 只是fiction 這一部虛構的小說 反而給那個時代留下來一個真實的見證 只不過你必須透過文學美學的閱讀 那我們如果是我來教 那我們還繼續去看 看什麼 誒 他們這個爸爸叫什麼名字 哦 你爸爸姓黃 那單名叫做發 這是台灣名字裡面 什麼發什麼 但是取一個黃 再加一個發 黃發 什麼意思 就是 黃發 黃發 就是黃發 這個在我們的文學裡面 這是有傳統的 西方也是一樣 這個台灣文人也是一樣 各位人看過賴河的那個 賴河的一部修選叫做 一塊剩下一千千 我1987年回來的時候 我告訴我 我是去救國後 才有機會去討台灣人文化 像賴河我是在德國才知道 說起來很丟臉 我到了德國 1980年到了德國 那一年我已經28歲 那我那個大學有漢學系 那當地漢學有很多已經來過台灣了 雖然是借他們來過台灣 那看一個台灣小孩很高興 還有九華獎 因為很容易認出來 最後認識的 就常常要問我一些台灣的文學 要我希望台灣的文學 真的 當時我們受的教育 台灣有文學嗎 就是中國文學 所以你如果問我老陳幽靜 你問我無禁指的 這個 這個 蘆菸外史 那當然禮牌度 這個我們都可以念上一兩句 君不見黃河之水 天上來 奔流到達不負爺 君不見高昌明明 背後來招募親身不成血 甚至於連書中過 他反和事的 這個訊息都在裡面 齊武弄輕盈 和事在人間啊 有沒有 我跟我講出來啊 我可以背得出來 但是 夢娃 夢娃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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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呂赫諾 不知道啦 呂秀蓮出國前聽過 呂赫諾 騙你你你不是 那這樣 不過說真的 我回來以後 我到德國去 我就常常覺得 有一種憤怒 我在德國 有一種受騙的憤怒 我這一次總統大學 有一次跟宋楚瑜一度做一隻 宋楚瑜一度做一隻 他說問我 他說 你以前做的局長 也叫我謝忻 這個你為什麼 對國民黨呈現這麼深 你還沒說 那我就 那他說 你幫我不是壞什麼 我說是 那我稍微再說一下 我說 人受騙的感覺 是非常不舒服的 然後 回過頭來看這一眼 就說 像這種情形照道理講 這塊文學和美學本身 實在有跟歷史土地結合 這個閱讀起來 你會有一種快感 你會有一種 然後去慢慢去搜尋到後面的真相 來這種感覺 這個對於一個小孩子的成長 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如果說了這個黃發 這個我們的小孩子 後來我1987年 我記得回來以後 我就三五五說出去演講 那我在那邊也開始有閱讀 德國文學 我就開始 我這個小孩子 很多是在帝國 在他們的漢學系 馬漢帽 在考慮也知道 他大概是台灣人 對 一個台灣人的學生 所以我就去閱讀 後來我回來我就想看 好了 現在已經幾年了 我回來那一年 1987年回來就幾年了 當然不是因為我回來才幾年 所以時間上的巧合 然後呢 那時候我去演講 那時候還沒給我 還沒給我 還沒給我做記憶 所以有時候會到中學去演講 有時候會到大學 他那時候也不知道我什麼樣 這個年輕人 在國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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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八十個人問他說 有台灣意思 有文學意思 阿嬤告訴你怎麼會 阿嬤怎麼說怎麼會 他說有天晚上我去獵牙 去獵牙 去獵牙 去獵牙什麼關係 沒有啦 我看人買Polo Polo 每天買一張一張一張 他買一張兩張 買五張一張一張一張 所以我說一張 阿嬤給我過年紀一張一張 我拿去獵牙 我獵六張 Polo回到家 阿嬤問我去哪裡去獵牙 從什麼買到小費 錢又買這個 有時候有四個小孩 帶阿嬤來行的 一看那個Polo連那個山 山頭給我來 早就發了 有時候有四個小孩 一千塊拿去 百分買去買 拿去買這個價 這樣怎麼會 發了 聽阿嬤第一次說是賴盒 說到賴盒 一間親 裡面就有個故事 這是另類陳述局的故事 賴盒在那裡 人家主角 跟他們感覺 是純樸的農夫 阿現在在過年了 掛一些菜 他本來就做菜 掛一些青菜來吃牛油 貼股家用過年的糖 所以呢 要去賣菜 賣菜要親 給我們時代親 有管制 所以呢 就隔壁 找一支新的親 然後就到市場 排下去不敢抓賣了 除夕夜前一天 結果來一個台銘 那個秀帥 台銘就是警察 來那個台銘就問他說 誒這個賣菜 巴銘 一家多少 一狗多少 來看看是警察 日本警察 他就畢恭畢恭說 譬如說這個是一六三角 Ty人要賣碗算盤 不夠對盤 一心呢 一心說 已經有到這個 有到阿三里 結果那個警察一聽 對盤意思是怎樣 還要還是要付錢啊 這個不懂規矩的 不懂得規矩一口夭壽的 馬上變臉 哦 你賣別人一、兩、三、三、九 我給你問一下而已 你又怕什麼吵架 你這個身上已經拖枕了 一定有問題 抓住他的襯子 跟我到官府裡面去 這個男主角又說 怎麼可能這身上來 再把這個架架叫 我信心 不要那麼講那麼懂 我們到這個官府 到法院去 結果一去法院第一 法官第一就問說 你為什麼要偷金呀 什麼都不用問 我沒有啊 沒有台人警察為什麼會把你抓來這裡 好啦 要過年了 這樣是要懸念還是要法官 這個男主角是非常純樸的台灣人 我還沒做到的事情 叫我嫁子 罰款 我不嫁 我過年才會這麼過 結果說要灌在那裡面 他太太聽到這件事 你走來 把他頭髮那個金毡 拿去 剪檔 拿錢再把他輸回家 當天晚上 這個警察 這個大人在血流的時候 被一個人從後面殺死 然後那個人回到家裡面呢 上吊自殺 因為難逃發 這個故事就結束了 這故事就結束了 這是日本時代賴河寫的一段短編小說 那這個小說裡面 我剛剛講的 那個叫黃發嘛 這個人叫什麼名字 這個人叫秦德參 秦朝的秦 得到的得參加的參 很特殊的一個名字 秦德參 台語怎麼說 秦德參 所以這個人的名字叫做秦德參 那為什麼要寫 為什麼 作者為什麼要改放秦德參 因為他就用這種方式 讓讀者賣人去看 這個台灣人 純純潑潑的台灣人 過年為了貼服一點家用 去掛菜拿來買 掛金菜我們在交談 還給我掛菜 還給我掛菜我們來壞 動不掉 起來抗爆 抗爆以後難逃一死 乾脆就自殺 這個是 這是台灣人的除夕元旦的故事 你如果要掛菜 你就要再拿出來西方人的聖誕節故事 其他人的聖誕節都是很溫馨的 那你這時候就可以來看 那為什麼他們的故事是溫馨的 他們這個後面 他們這個後面代表是什麼一個意涵 那我們在一個過年 過年是什麼日子 過年是家人團聚 什麼團聚 什麼團聚 賓家 要煮善 去台南國要煮善 所以你從這地方 就可以開始進入什麼 進入另外一個台灣史的另外一面 就可以看 那麼 當時的台灣人 他們的命運是怎麼樣 你可以去看一些事實 史實 再來對照 那所有小孩子如果看到這裡 他就會想 嗯 襯 親啊 親啊不是代表公平正義嗎 我們到現在 東吳的法律系 東吳法律系陶型故事 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雕像 那個命運女神有沒有 通常他有三個配備啊 通常啦 所以這樣一個有一個是眼睛矇起來 另外一個就是拿襯 另外一手拿劍 那眼睛矇起來什麼意思 公正 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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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公平 就make no difference 你是rich people 你是poor people 不管 你是皇清貴族 不管 我都看不到 正就是公平 那你不能只講公平啊 公平要有後果 那就是怎麼樣 就是懲罰 那這個懲罰是警惕性的 所以你怕懲罰 你就不要做壞事 應該是這樣 結果他這個故事給你顛覆他嘛 搞笑喔 親啊 原來代表公正義 因為他代表公平正義 他很容易被拿來借用 但公平正義是無上價值啊 所以躲在這無上價值的後面 可以為所欲為 你不敢質疑他們 好 那德國有沒有這種故事也有啊 看有沒有在這裡面 看看在比較後面 我現在先到這邊 那德國也有一個故事是類似的 可是他在這個裡面就是告訴學生 不要去相信事物的外表 即便他是如此的 他是如此的莊嚴盛大 很有可能莊嚴盛大正是他濫權的開始 在德國是這樣 在我們台灣的國度並不是這個樣子 那我給各位這是一個例子 那麼 我知道各位是在西方在美國 還是說其他民主國家大全部 所以很多東西對各位來講 尤其是一個天進地義的事情 但是放在台灣卻是很值得我們來償獲 那我在很多地方也就做一個比較 就是說今天德國 第一 1990年統一之前東德和西德 那他們的東德當時就蓋圍牆 當時有獨裁的圍牆 就沒有人權的圍爐 或者是說自由的可貴 我們現在的小孩 我們現在的小孩 這回絕大部分他沒辦法了解 因為自由對來說是空氣 他出事的時候就是這樣啊 這樣的孩子 基本上他看的孩子也不會怕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1973年進東武大學 那一年的暑假 進東武大學要先去上城公里 上城公里其中一件是英國學 頭髮要剪得幾乎像光頭 像這個光頭一樣 賞完他頭 還能少年等你笑 頭髮 就像美國當時的一個叫老婆 然後長長啊 不但沒辦法留長 要被剪得很短 結果那個在到了學校 念了大學以後 每一個月檢查也是頭髮 教官 一個月檢查也是頭髮 所以到了暑假 頭髮就留得比較長一點 結果我在西門町 剛剛班上一個女同學 就去看兩顆 過馬路武商界 我還記得 過馬路當時有天橋 我們沒有走 然後我們就從馬路走過 走到中間的時候 對面一個警察 把我用手 用手這樣把我去夾 到現在的小孩 我掉頭就走 可是那個時候 我們的教育 看到警察就看到權威啊 所以當那個警察 用手一揮 我整個魂就勾過去 歪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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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個警察 還不給我走天橋 他旁邊就有一個 就有一個理髮店 然後就抓著我的衣服 你跟我來 然後到了那個天橋下面 一個理髮店 一半的喔 進去已經有兩個年輕人 哭上這邊 在剪頭髮 裡面就兩個女的在那邊剪頭髮 然後那個警察 兩個再剪兩個 已經沒有第三個了 那警察還要再上去執勤對不對 他就把其中的一個女的 那個理髮師說 來你過來一下 然後那理髮師就過來 然後那警察怎麼說呢 這邊先給他一刀 這裡再給他 他怕我跑掉 這邊先給他一刀 這邊再給他一刀 這邊再給他一刀 然後剪完以後 他就上去 沒有罰款 但是理髮費我自己付 而且這麼一刀 這麼一刀 這像什麼樣子 我拱被靠錯 可是那時候警察就這樣子 所以我主事人 所以很多朋友說 戒嚴時代 只有一個中國國民黨 錯啦 我的生活經驗裡面 還有一個比中國國民黨 才比較恐怖 那個黨叫什麼黨 警察不要動 那個黨比較恐怖 好 那麼 台灣人現在的 當然他是比較沒有這個經驗 也堅持 他不但沒有這個經驗 他也沒有辦法 基本上沒有管道 去了解 就是說歷史沒有給他們 給我們這一代的 或下一代任何的啟示 一切起國 給我們是有 但是給我們只有兩個字 常常不準 歷史給我們的感覺 有時候起不準 你給我回想 馬英九這種人子 這個人是 這兩天說他是國際認證的笨蛋 那我說他是法院認證的廖非亞 因為我說他是廖非亞 他告我 結果他輸掉 他是法院認證的廖非亞 可是警官黨把揍衝動 OK 那在我在後面的 剛剛前面講的那些故事 我就常常有一個想法 這個想法就是說如果文學不能做 那至少在當代的社會世界裡面 政治事情也許可以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從2007年 剛從德國回來當新聞局長的時候 我就把我在德國當代表時候認識的 德國末代總理 MSCF把他請來 當時我們在做整形正義 就請他來跟台灣人介紹 東德如何在40年之後 1949年到1989年 40年之後他們如何做轉型正義 那他給我們提供了一些件 但是大部分的媒體都不等了 只有18張會等 蘋果等一點 其他人就看不到 那他的轉型正義他就講了 第一個 1989年東德最後一次的選舉 也是唯一一次的民主選舉 因為選完以後第二年就不用選 就已經併入了東德西德 他們就發現東德共產黨 極無高賊 選戰怕開無高賊 所以他們在選完以後 共產黨首次失敗 唯一的真正的選舉 他是輸掉 他們立刻凍結 在國會裡面 立刻凍結共產黨的黨產 然後四處去搜尋 幾百億或者上百億的歐元 是他們的財產 包括土地不動產 海內外的帳戶 繳給統一以後的德國政府 然後再當作一般的公文來用 第二件事情 他們把法官 這是德國民族的任期 他把所有法官 在過去那幾十年辦的案件 拿出來重新檢驗 看有沒有跟這一個政府 也就是共產黨合作 然後妄法裁判陷害中良的 沒有通過檢驗的法官 一百個裡面有五十個 永遠不得再擔任法官 檢察官49%等於一半 沒有辦法禁止他們再擔任公職 然後他講說為什麼這麼做 因為在民主化以後 如果台上坐的那些司法人員 還是以前在戶外他們的人 人民對司法不會產生陷害 這是他們所做的這個事情 第三個事情就是繼續追或者調查 在戒嚴時代 等於他們的戒嚴時代 跟政府合作陷害人民的人 不准他們參與各種類型的民主選舉 所以一直到我2007年回來之前 還有報紙上有登出來 就是某一個地方選出來的議員被查出來 他過去是共產黨時代的打手 取消他的資格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西德政府來做的 就是把柏林圍牆的看守的士兵 只要他有開箱打到人的 重開調查 那當時他們講說我們只是死刑武的任務 對不起 納粹時代是這麼樣子 所以他們在他們的憲法的第一條裡面 就有講人之尊元不容侵犯 保護及尊重人的尊嚴是各級政府權利的 各級政府的職責之一 這個是因為他們在納粹時代的經驗 所以說所有的官員只要發現他的喪屍 是對人權是迫害的 他就可以抗命 他可以抗命 所以台灣的教育如果民主 給我們尊嚇得很好吃的時候 今天從小學一直到大學到下輝 每一個人都可以站起來 罵馬英雄 你為什麼為什麼拒絕 打來打麻來 那馬英雄已經夠了 他前幾天 一個政府說叫他去政家 教人民給他怎樣錢 人家說什麼就對人家說 人家叫一個賽銀 所以就下面有這樣的一個 三個人就在一起 馬英雄在我們聊天 你是我選三個呢 你選什麼 你選我選金蕉 我選金蕉 那那個呢 我選芭樂 馬英雄呢 選芭樂 你也會選 我有選 我選什麼 選人家 我選人家 已經夠了 不過話又說回來 台灣現在民主的確 我們從非常多的跡象顯示 我們的基礎實在不夠 也就是人民對於當權者的害怕 或者是尊重是不符合民主國家 我們知道在西方的世界裡面 這個越有權的人 越是被嘲弄的對象 這個不管是郭巴馬 還是克林鄭 還是進行這個美國人 基本上算是蠻敬重的干涼題 這些人不可能贏得一致的尊重 你只要稍微有一點問題 一定是為替 還是說社會 補爪 平面地 幫你 幫你扣 因為你有權利 因為你有權利 所以 當權者 這個動不動要告證告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在台灣的社會裡面 各位知道 我在主持這個老闆來台東 我跟我的來賓 常常是五個人一起被告 我們最吸引的狀況 是金埔中跟百安九分別敗訴 他們告我們 告我們一堆 我會做新聞局長開始 做新聞局長開始 三個月不到 那些人我們太太還沒回來 在美國 在美國 我已經訪問第三次 因為要追查通常 去到國民黨國 去到照相公國 去到許少平英國 回來後 這個六月回來 七月二號還幾號 百安九就告 而且告告兩萬 所以我們剛才去抵抗的時候 那些人說 我現在不怕 到底是要嚇到哪裡 因為我的 對啊 這個這個 他看到別人 點政府下台 我變成去 我變成長跑 他們是長跑運動 我是長跑法院 到底要嚇到哪裡去 還沒有發現之前 就不能確定 不過運氣不錯 到目前為止 都是馬英九輸 那這個是最近的 這個拒絕拿來拿來 馬英九發什麼 這是東德處理共產黨的東善 那麼在過去 這個是最荒謬 中國打壓台灣 叫做台灣去打壓 打爛 那再給各位看了一個 簡單的一個訊息 就是說台灣的民主有沒有 有沒有一點 令我們覺得興奮的地方 是有的 那我們可以再看 在過去別政府替你 其實你可以看到民主的價值 漸漸的建立在一個人 跟土地的連結上面 那我再給各位看一下 當然這一切全部受到挑戰 什麼時候挑戰就是 蠻有上台料 這些就不見 那我們看一下 國民動來台灣的時候 蓋養時代 我們台灣製成幾個 國際文宣 國際文宣 當時我們叫做Free China Free China Review 或者China Yearbook 或者是洪貨在中國這種文宣 或者是說這個 這個中華民國對於處理判斷犯案件 到國際上去宣傳留言去寫 也有這個美麗島事件 這個美麗島 從1995年開始 我們可以看到 1995年的時候 阿輝亞要做總統 第二次在算 其實那時候已經開始 有一些改變了 他比較沒有那麼速殺 然後台灣 也被阿輝亞通通 偷偷的放進來 有沒有 The Republic of China Owned Taiwan 他先把這個台灣放上去 Republic China還不能拿掉 但是把台灣放上去 我們現在的護照也是這個樣子 然後呢 開始我們的國家的形象 開始中性化 開始多樣化 不再用這種介營時代的角度 好 然後1993年開始 台灣要重返聯合國 這時候還是用重返不是加入 但至少我們已經講了 我們要加入聯合國 等於跟中國 公共程度就是說 我們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然後你可以看看 開始 2006年一檔的支持 我們來看的時候 已經是直接就用台灣了 有沒有 The Beauty of Taiwan 有沒有 台灣Opera Cultural Taiwan Opera 全部都是用台灣的 也就是說 我們的認同已經脫離了省席 脫離了所謂的正統 開始跟土地結合在一起 你看到我們還選出了台灣小姐 那麼這一些基本上已經變成一個 比較正常健康的一個民主國家 那這個是2007年我在當新聞局長的時候 這跟各位不曉得知道這個故事 這個 這是我們在加入聯合國的ロゴ 那當時是王建民的 沒有 他的Sink 他的Sink 這個 再給各位說一個故事 這跟李秀蓮副總統有什麼關係 因為這個ロゴ是用王建民手拿一個棒的手 意思是說台灣的名字在我們手裡面 我們自己來決定 我要投什麼手我們自己來決定 那因為我是政府發言人 新聞局長簽證官 所以這個ロゴ要發表發布的時候是我來主持 結果這個可能李副總統對於我們沒有爭取他的意見 有一點不太高興 他就另外跟記者講說 這看起來好像豬鼻子 也是第一天啊 那你知道記者尤其是對於扁政武比較不友善的記者 他要兩天吹風就吹過了 健碰插針 健碰插 他一看 好 這個扁政府的副總統攻擊 或者是這個批評扁政府的陸聯的logo 所以記者未來問我 說這個呂副總統說 謝局長劉總統說 你們這個logo做得好像是底品牙 當眾就問 那還好我對底品牙有一點研究 我就說豬鼻子 這個在歐洲 尤其在法國 要找松露就是靠豬鼻子 他故意把松露講成深入 要找一條深入就找豬鼻子是最好的 那記者說他暗時給他去 那不行 記者說他去魯李秀琳 李副總統說 謝局長說 豬鼻子是也不錯啊 因為可以為台灣找一條深入啊 找松露啊 結果李秀琳都說 至少 記者第二天的時候 又到新聞局堵在門口一堆記者 他說什麼 欸 謝局長 李副總統說我們大家都聽錯呢 他講的不是底品牙 意思是說底品牙 豬耳朵不是底品牙 是豬耳朵呢 老天有眼 我已經準備好了 我說啊 就算是豬耳朵也沒有關係 也符合我們目前的國歌 豬耳朵是為民前鋒 豬耳朵是為民前鋒 所以豬耳朵也不對啊 豬耳朵也是為民前鋒 這有這個故事 好 那麼在這一個 搭配的這一個 其實我們都講到說 台灣的民主的戒端 那對面我們有講到就是 民主人權是贏的 但是另外一個 我們的民主的呈現 我們希望在國際間 不要永遠看得到 一個民主國家 尤其我們台灣的民主 是如此的艱辛 台灣是一個故事 所以我們要浮現在國際的場合裡面 所以 參加聯合國一方面 給大家知道 台灣還在那裡 另外沒有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其實不是一個 除了是統獨問題以外 更重要的就是 台灣是一個民主的燈塔 所以我在德國的 我在德國的 我在德國的這一個 當時給阿比亞辦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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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訊會議 我的標題 我今天當初取的標題 因為 總統 副總統 行政院長 國防部長跟外交部長 這五個政治人物不能進入德國 也不能進入英國 也不能進入歐盟的國家 雖然有一些國家他會放放 但在德國 譬如說 嘎秋明 總統 副總統 國防部長 外交部長 行政院長 不可以進入德國 即便是觀光客也不可以 所以我就給他辦一個視訊 那辦一個信 我的標題就叫做 就叫做 台灣這個燈塔 在哪裡 在中國的陰影下 就中國陰影下的台灣燈塔 這是我的標題 那當時就是要談 希望國際社會 給台灣一個喘心的機會 讓台灣作為一個民主國家 不要被一隻海洋 一隻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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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一隻海洋 被人拋棍一個 小鯨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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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海洋 結果被人拋棍一個 所以我們燈塔 燈塔 一檔就是什麼 Ant-Political Apartheid 結束對台灣的政治隔離 台灣被 台灣被 所以我們出去演講的時候 我可以去 這個 去紐約時代 那個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 跟Times 總編 編輯群 做那個 吃雜人 喝咖啡 然後 這個 寻求我們去國際交給他們 寻求他們 這政府不能做的事情 那你們這些民間可以做 政府因為中國 美國政府不敢支持台灣 自己也沒有說 但是你們是 你不一定要聽中國 不要聽美國 不要聽美國 不要聽美國政府 你們可以讓台灣 聲援台灣加入兩個國 我記得 那個New York Times 一位女主編 應該是Chief Editor 她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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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美國加入台灣 叫美國加入台灣 我們要交那麼多錢 還死那麼多人 We want to get out of the UN and you want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UN What's the difference is that going to make 那我當然想好 It's going to be a very big difference What kind of difference The difference is going to be the one between the FBI and CIA What FBI and CIA What's that 那我說FBI means FOMOSA becomes independent 那他說What about CIA? 我說China is angry 台灣如果變成獨立國家 中國就生氣 所以我就後面就問 難道你是因為中國會生氣 你就不支持一個民主國家嗎 一樣我稍微堂說 但是當然我也知道 他們能夠真正能改變的應該是這個 所以我在中國的時候 我不是只有對德國政府或者外交做演講 我常也會跟一些非德國的 因為外交界的或者媒體界的人會跟他們講 我記得我就跟他講就是說 我說台灣是一個small country 但是我們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也是重要的一個經濟的國家 更重要我們是自由 我們是一個自由的國家 我還記得我把我的護照拿出來 See we have passport we have export import seaport we have almost every port we need but we only need one more port and that's your support 就他這一個 那如果 那如果 如果 那 我並不是一開始像什麼 我是聽到過了 才深刻感受到 就是說我得 我從小學一直到 念完研究所 我的教育裡面缺了一塊 這一塊就是 對於民主 人權 自由 認同 這一塊是完全缺乏 完全缺乏 所以我們教育裡面擠定 當然我後面的 像我的小孩 我 我 我的這個 我的女兒 這個 我的長男跟長女兒 都是 都是這個 發生人 這個 我長女兒是上校退伍 我長女兒以前在總統府裡面 講的討論 所以你可以想像 這個 我們中間其實會有很多的窮困 但是我個人也很驕傲 經過了這麼多年 我給我太太寫的信 都沒有超過三頁 我給我岳母寫信信 超過三頁 超過三頁 當然不是說 從今天寫到後天的晚上 不是那個三頁 三個夜晚 而是三個pages 然後我就跟她改寫 為什麼她的怕事 會怕雞頭 那我就說 我的小孩子 她就常常 我在書房裡面 我們中間 我就聽到在飯廳跟客廳裡面 我們中間 對我們那個小學一年級的大女兒 我就 我在書房裡面 在學校宿舍裡面 我就聽到我岳父對我大女兒說 我岳父她們是蘇北 蘇北其實是三頂 所以說的這個北京 有一個什麼三頂鄉 我就聽到她在問我那女兒 安安 你是那裡人啊 然後我是人沒有在現場 可是我可以聽得到 我想我女兒一定在那邊看電視 沒有馬上回答 一邊在看電視 台灣人啊 然後我就聽到我岳父在後面在講說 你不是台灣人 中國人是廣東人 你爸爸是廣東人 你媽媽是江蘇人 那我岳父就在外面 那你是哪裡人 我台灣人啊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小孩不像我們小時候 他們以前沒有這種教育 學校也不會再強調 那個你是中國人 就是這一點 已經沒有 那這是一個好處 這是一個進步 可是從另外一角度來講 台灣人如何才會 這種民主的階段 如何能夠積得起鐵站 這個共改回答什麼 其中一個當然就是經濟的問題 當然經濟跟中國 如果叫作為一個說 那打台灣不如買台灣 所以這個會是另外一個挑戰 不過這可能超出 可能超出我們可以談的 或是我自己可以談的 我要講的就是說 如果我們從 假如今天我們的學校教育 我們的家庭教育 我們的社會教育 都能夠發至於 對於歷史的認識 從文學 我強調還是要從文學 因為你從社會 不太容易去談文學 可是你從文學裡面 可以去談社會 你這個帶進去 這個文學的美學 這個美當然不是只有美 而是一種 我們知道這個Athetic 這個字雖然翻譯成美學 它不是很正確的方法 Athetic 希臘文裡面其實是認知藝術 你要認知藝術 要有 它會有 你要有層次感 你要有表現 後面的背景 一個一個進去 然後你還可以讓同學 讓同學自己去編 自己去想 那我這一些 都是我三十歲的意思 本來我們應該在文中小學 應該說我三十歲以後才開始 才開始 當時下這個英國的行動 我就想說 其實有時候可以 政治不用那麼硬 所以我就 我當時下一個月 可能有的人不聽話 譬如說 有一次 我就想說 臺北市場阿彌雅 練練的時候 七十幾趴也滿意度 結果 選舉起來 連五十八趟也滿意度 為什麼 然後 然後台灣人選總統選那麼新華 所以我說 臺灣到底是在哪裡去 所以我就寫了一首 臺灣要對哪裡去 我兩國語聽話 我幫你幫你聽話 幫你聽話 幫你聽話 我就寫 因為我常常在講就是 假如能夠讓我們 讓我們的此地 大家對於語言 包括台語 包括語言 很可惜 我是不懂客家話 那麼各種語言 能夠有這種感覺 然後把它的 對這塊土地的想法 讓它創作出來 應該是一件不錯的事情 它有這個感覺 所以這個感覺就出來 中間如果在那裡發聲的時候 不用擔心 那小孩子自動 自動就會有反應 這是我們的地方 幹它什麼事情 去捕捉 所以我們就想說 臺灣要從哪裡去 要往哪裡去 是卡普清和礦泉水 還是雷風地 是鵝鵝鵝鵝鵝鵝 還是根本 婆婆媽媽媽奶奶奶 會大股到大股 這個問題很重要 不能再迴避 少年和小孩子 要每擠擠擠擠擠擠 聽我告訴你 雷天大的謎 因為我們臺灣鵝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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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种墙壁 So take it easy, don't worry Be happy, no hurry 来这附近阿杀里 已经有了芥末 不用怕找到芥末 已经有了芥末 就不用怕找到芥末 团结才会有胜利 存在哪里开花绿 譬如说 那任何一个人他如果开始 跟尤其是尤其是到现在 其实还有很多小孩就说 都认为台湾国语 这个也是粗俗的低效 可是在这个同时 其实它一定有很大的改变 像我们现在在说国语的时候 说国语、说外国语的时候 我们说有文准的时候 大国人都说文准 这两天马亦有这种 这种种很感人正样的 我们这个男人都觉得很文准 他不会讲这样的欲阻 为什么 文准这两天一种感觉 他已经失去了过去说台语 从这个中文化来看 台语不入有X关 这种偏见一定没有 那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意味着 台湾的民主的另外一程度 他不但跟土地生根 他跟语言也生根 他跟语言也生根 那我们知道有生根签证一发下去 就罢后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 就回到另外一问题就是 我们的语言教育 还有我们在社会里面 你要注意看 那些人在宣企的时候 一定出来说台语 去来说国语 我宁愿他一个字 一个台语都不讲 就像我们的朋友金恩威 他不讲你哪语 台语不要说啊 并不妨碍他跟我们一起趴良心 可是你像这种 就这事实上谁被 谁把语言工序化 绝对不是我们 那因此 其实我也有一个 就我借我的个人经验来讲 就是说我刚刚提到 假如我们的下一代 他们在教育过程里面 他们养成对于权威本身 不盲目崇拜也不盲目的这个恐惧 这个民主价值就很稳 我给各位看一下 应该比较负面 对这个是 这个是法院认证马英九职业学生 这就是我一够二百万 民事赔偿两百万 刑事还要够我拿去贵 那个禅宋了一年 为2007年5月 一直到他当选上总统2008年 那个 他是刑事先输 然后民事 他在辩论题结束 快要宣布审 一类判决的时候 一举的 那这个就是 这是我的武器 是他自己写的 希拉公 这类 于旅美七斩 时时以党国为念 于党需要时 不惜耽误学业 亲生而出 深受家父 言教深教之感召 总结上述爱国活动 所废时间 当在三年左右 挤为余流水 时间之一半 这空去美国 这段时间 用在报效党国 这是他自己写的 他自己写的 他自己写的 所以当初 那个检察官就问我 后来法官也问我 就说 你为什么说要是职业学 你有证据吗 我说 我也当过留学生 我虽然是留德 不是留美 留学生生活 就是这样子 吃饭 睡觉 运动 交男朋友 交女朋友 写报告 考试 毕业 拿证书 就是这几样 他有的我都有 他交报告 我也交报告 问题是 我的报告是交给助教 或者教授 他报告交给海工会 跟外交部 我请问一下 留学跟海工会有什么关系 那 不是我讲的 是他自己讲的 他留学都在那边 还是以党国为面 后面他还有写 还有印邀写报告 然后一方面 他怎么说 因为我拿中山奖学金 像很多就是那些年轻的法官 叫警察官 他们已经不知道什么叫中山奖学金了 我说中山奖学金是只有党员才有 才有资格 那他们就要什么 就要相对来为党做事 然后做事就写报告 写给 写给外交部 外交部 我们就管出路径 那再转到警察局里面去 那其他人呢 其他人呢 其他人要留学 那我会去 叫到山上 要去山顶凑茶 去挽茶 来背到我都去讀少年 所以你是中山奖学金 我们是山中奖学金的 差太多 结果你先报告 所以 后来他就输掉 所以马英九是国际认证的笨蛋 不过 说实在 不满意度 他怕气息 所以我 有个人 你这个 这个际认证的 帮不得 不用再讨论了 到底是笨蛋 还是犹豫不决 帮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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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最近心情真得爽 后面继续做总统 那 我给各位另外再看一下 这是德国的公共新闻台之一的儿少节目 就是儿童或七少女节目 他们给他们的儿童七少女节目 看什么 看最新的 当天的 或者前一天的新闻 埃及人上街呛总统 十月二十四 上个礼拜六 无数的埃及人 然后他旁边就 他们就有报导跟文字 他然后说 无数的埃及人上街都呛 mercy总统 因为他于周氏下令 在新的国会选出之前 法院管不到他所做任何决定 埃及人认为总统辞举 以无意扩权而破坏了三权分立的原则 结果记者 那个记者在下面就讲 这将给美德国小孩子听 在民主国家如德国 三权分立是民主的重要基石 政府 立法机关和法院彼此不隶属 且因互相监督 结果我们的司法院的院长总统提名 副院长不但提名 是提名他的一个老乡好 舒永钦 那是他的政大董事与郭平均 所以那当时 那当时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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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彬亚 阿彬亚的这个 农堂案的时候 他进行 这个的作战中判阿彬亚二字经验无罪 所以 马总统把司法院院长请到总统 延其他院长 然后宴请 包括司法院院长都在那里 他说 司法的判决必须符合人民的期盼 他不会做事不坏 你对 里面的司法院长攻击关闻 所以我当天评论我就讲说 这不就是干预司法吗 结果 再隔一天 再隔两天 我就收到通知 马上有办公室 要我道歉 不然就告我 我说你做这种事情 其实 这是一种不可告人之谜 啊既然不可告人之谜 怎么可以告人 然后 就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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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是他输掉回应 可是他的理由 总统我第二天已经有发新闻稿 说总统无意干事释放 王林布 如果你做了什么事情 发个新闻稿就可以变成没有做这个事情 我说刚刚好 这个新闻稿 刚刚好证明总统讲过那句话 那我们就让法官来认对 来认对 他讲了这句话 我当天评论他 三天以后他告我 然后他说他新闻稿已经有说了 他不 总统不干预司法 我说总统不干预司法 他们心里会怎么想 大家我知道很多人心里想说 也可以 但是绝大默认可能会产生什么 因为产生实质影响 所以一个总统感受眉目 明目张胆 这也是台湾民主受到一个强烈的一个挑战 OK 我想 我里面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时间 我们是到 好 OK 好 我现在讲一个故事作为结束 那这个是一个 我一直觉得就是说 台湾人应该多做这些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把画台湾的戒延史 成为一个论述跟创作的水果 我再讲一遍 台湾人应该把戒延那段历史 其实一直到今天把那些题材 这里面其实也很多人做了 其中李扬写了一部小说 叫做这一个雪妆采妓 或是采妓雪妆 对 他把同志跟祖国戒延包在一起 是很好的一个创作作品 把里面这一段 这一段这么多的心山雪裂的台湾史 我先讲不是写的历史教材 这个应该要做 可是他应该把它画成一个论述 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场子讨论 还有创作的题材 那我自己尝试过 这是我受德国的影响 这个酒店里面不定时的演出 那他就会把这个政治事件 把政治人物的丑闻拿来尖酸的批斗 但是他不是用这种轎的 他是把它做成一种创作 剪刺评然后嘲讽 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 在戒严时代台湾人出国不容易 那么有一个人做到 在台南有一个 我们女儿叫男女 女儿叫男女 对不对 有一个男女 因为附近是天主教的教堂 天主教有修女 所以修女很想知道 因为天主教跟基督教不一样 天主教要屈母 基督教 所以天主教来到台湾就注意到台湾人有很多 譬如说冠若英 有这个冬季 男女 所以他就很想知道 那台湾人怎么去收金屈母 所以他跟那个男女 就三五十来找他 台湾也说我很多事 后来收了以后这个男女 就说我常听人家讲的8080Taris 你有沒有图片 因为那个女的是巴黎 这女就好 我下次带 我带了一个图片 从巴黎铁塔到凡尔赛工 到罗黄工 各种的画廊很多景色 还有巴黎以外的地方 就给他看 他给他看 就这个男女就很敬虔的 就是说 你我就从法国来到我台湾 这段住四五年 理论上我也应该可以从台湾去法国 我不用住四五年 我住三四年来也OK 就这个女的就是说法 你如果真的想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 你到巴黎 我给你安排 我可以安排 他说怎么安排 他说我邀请你去参加一个 我们天主教定期在我那个教区巴黎 所扮演的所举办的这种驱谋 世界各国驱谋的研导会 那你去呢 我当地给找了一个翻译 你就跟我们那些天主教人讲说 你们是怎么去我 他说我真的 他多久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太多了 我去你来这四五年 我去考虔 把这些人去这次 一个月四个礼拜 另外三个礼拜 我们四处找一个 四处看一看 一个礼拜就在巴黎 结果这女儿就帮她写一个邀请看 然后就去申请郎明证 那管制警官就说 北京都有 放我 他去那些 我去那边参加天主教的驱谋研导会 那你去那边你能干嘛 我跟那些外国人说 我们台湾的女儿跟男儿子 我们是怎样来生疼 怎样来驱谋 关洛英 去外国 去一个月 给他笑话 哪有人开会去一个月 没有啦 开一礼拜 那我们三个礼拜我要去学法文 这样我回来以后 很难出去啊 我会跟他们保持联系 那你三个礼拜可以问什么 我去看看 不不不 回来我去口气 就两名证发给他了 一个月以后这个女儿就回来了 第二天早上还没睡醒 警察回来哭哭哭 门一打开管局警察 后面站着一个中央大学法文系的教授 拿一个布置 回来 回来 不来 我这个案子还没有结 当初我两名证给你 你告诉我 你要去那一星期休息 三星期我发文 我现在要起案报告 这个是中央发文系的教授 来 给他扣一下 这个女儿 当然没有去 难得三个礼拜就西柜去出头 所以拿我上什么发文课 然后那个发文教授 就眼睛一抬霍 那你随便讲几个发文给我听听 然后他讲 bonjour good day 还有呢 au revoir 还有呢 没有了 再见 你学三礼拜的法文 在当地学法文 学三个就学这两个字啊 还有一些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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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检察就问那个教授 就这样子 三个礼拜就学这样子 应该不迟了 你把我扣到我正校的 就问那个女儿 也是不听 后来那女儿就说 有啦 我说实在哦 法文这么难 我学了一天我就放棄了 后来我干脆集中精神 我就学四句话 然后我就拿来起党用就够了 教我管你起党起党 你两个我听 两个这个教授 那这个教授就拿出来 那你念念看 这教授是 由台上 跟法文 跟到台湾 留学法国 拿到博书 已经六十个 跟法文 跟四十年了 二十年了 那你念 他就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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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njour 我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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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每个字都听得懂 但是 听不懂这些句子 然后 法文教授就说 Pardon 我跟他说 我跟他说 再讲一次吧 我跟他说 好 你好 我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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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适合 但是就是不懂他的意思 这个警察开始怀疑 不是 你在拼堂 是这个教授的事情 然后你五十年 放完 连四语都听不懂 所以教授开始流汗 那是戒淫时代 就开始流汗 所以教授快要哭出来 那你这是 你在中古法文 是不是 那每年我都听到 我嘴巴 嘴巴 倒不掉 后来那个 用人开玩 或者红衣只好承认 说实在 我去那边 玩四年都来不及玩 不要说玩四个礼拜 我就四处去玩 上飞机想起来 回家要考试 我就自己编 在那边有听人讲法文 那你刚讲的是 那台语 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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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语什么意思 我法文听不 台语都听不 就这样 我本身起来不及四个月 本身也不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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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我们祖母要起来 本身也不及时 本身也不及时 约我们祖母要起来 本身也不及时 约我们祖母要起来 下一句呢 白兔会人 修乡 拜堂 我们修乡一下 第三句呢 如果我哪里都约 不然去農用 是都四分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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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我如果每次有机会 但不在上课 跟我同学 学生 有时候他们学生会讲说 老师你知道 我也是会跟他们不在上课时间 在其他 我去跟他们聊聊这些 那我的目的其实后面讲就是说 他们会记得一件事情 在那样一个年代里面 警察的力量 政府的力量 出国的困难 人民的BI 那种你的行动 你看 事实上是被控制 好不容易出了国 回来 那这个是真的 这是真的 只是真的 只不过那个阿姨 那个红衣 红衣也不信正 不然就变成郑衣 那种 没说到郑衣 我上词 有一个机会跟他一起讲 政府讲的故事没有一次 你说我 我说我今天继续讲 他有一次 马英九 马英九 带着伍敦义 带着四个四重 开了辆车子出去 到乡下去探望 叫郭冰车 哈 他知道他会说吗 他知道他会说吗 他知道 他知道黄英年讲 有什么 一次 不然你们都已经听到了 我听到 听不懂吗 我可以讲另外一个 我自己的 马英九 常常跟那些高官们 十字紧扣 人民看得很不爽 四季那边 你老师的搭拢这些高官 要跟人家招拢好 手按到十字紧扣 所以民间很反感 结果金武松就跟他讲 民间有人金武松就跟他讲 这样子不好 你真的要十字紧扣 又有镜头 你应该要到七门殿 这种一般庶民来来往往的地方 那人家才会有感觉 你抹那些 那都是我们的票 你跟他十字紧扣 也不会多一票 但是你到民间去 民间会有不同的感觉 你今天下午就去 一个人去 我给你安排摄影机 偷偷给你拍起来 我们是否可以拍情绪广告 但是记得 专门找到那些 看起来比较中校阶层的 就不是这种我们所谓的高官的 你去 我们看一个小时 你可以握到手 握手 眼睛要看着人家 十字紧扣 还握得紧紧 不过人家说做就做 马英雄就自己一个人 从床中舞 上步到西门殿 他再怎么换 等一下 烧成灰也看得出来是马英雄 但是金武松都没有关系 你就去 台湾人很善良 你手伸过去跟他握 他一定跟你握 就算不喜欢你握 我们看看你一个小时能握多少 我就站在一百公尺外面 用望运镜看着你 你就去握 一个小时用我来接你 马英雄就去了 2点 2点10分 2点30分 2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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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多少 我估计大概有两千人 那两千人就有一千八 效果不错 可是可能不能这么算 怎么算 你到底有没有照我做的 有啊 你有没有过去握十字紧 或握得紧紧的 然后看着人家里面 有啊 都有啊 那为什么是百分之九十 有没有握到 每一个人都握到 每一个人都握到 怎么会是百分之九十 应该百分之百啊 不是啊 那我怎么握 他每一个人的手指头 身材就是这个样子啊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只有百分之九十啊 九指紧握啊 哎 我招包 摄影啊 要多一条是 哈哈哈哈 所以 所以 我就 按照西方的大德 我的高度 民间有很多种故事 这是一种发泄 可是同时一种什么 破除这一些所谓的总统 或者是前卫的 当你 把你拿过来 那让这种 那让这种 瞧不起他 嘲笑他 戏弄他 变成一个什么 变成一个权力运动 在各种不同的场合 然后慢慢的 人家里大家都会 会比较糟 那一位还不习惯 可是慢慢的你就可以破除他 下一次他马英九打不打 HM1 打那个 打疫苗 他就坚衡起好多天 他不自己 他不打 老实不打 因为有风险 有风险 所以金普总统 各位起来 你到西门厅去 跟大家一起排队 跟他一起排队 不要带水户去 你就去排队 别人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不然人家说 你总统是当成高高在上 马英九就去了 他去 有点排队 一百匹的 他排二十五 然后看人家怎么做 他记得怎么做 后面就有人在偷牌 然后标题都写好了 庶民的马总统 以人民一起排队 打H1 都标题都消了 去排 真的 他就一路一路等 半个小时又回到他 他就看别人怎么做 就怎么做 所以他就看 因为动作要很快 对不对 过去 袖子卷起来 打完 棉花给你 下一个 站起来 袖子卷起来 打回去 棉花挑去 走开 所以等到马英九的时候 他就过去 袖子一捐起来 没有振脱过来 看看 诶 怎么 就那个小姐 护士 你不是马英九总统吗 对啊 我是啊 赶快打啊 打屁股 他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打屁股 那前面那个会是打肩膀 你有肩膀可以打吗 OK 那 假如 我现在脑海 脑海里满脑子就在想 我等一下要打电话给郑红一 这么故事 为什么他今天打完上课呢 OK 那个 当然 各位朋友 其实有很多的面向可以看啊 那我看的 也只是其中一个小块 我只是一直在想 就是说 为什么 在经过了40年的戒骨 那么这么多的白色恐怖牺牲者 很多是外省人 很多的228 更多的228 很多是台湾人 原住民 跟这一个客家人 为什么 到今天台湾人还在担心 台湾民主的GEDAN 是否能够成得住这一波的挑战 那也许我们要回过头来问 当我们讲台湾民主的价值 它是一个共识吗 台湾的民主价值是一个共识 我有时候有点怀疑 那也许应该这么讲 我们说不经一番寒厕 哪得没法铺鼻香 假如我们这一次马英九现象 国民党最后 他是国民党最后的希望 假如台湾能够能够撑得住这一任的马英九 接下来后面我觉得台湾的勇士的和平 我真说是自由为基础的和平 不管是独立建国也好 或者是独立在中国统治之下 台湾能自由来发展 那个基础就稳定了 当初没有让马英九当总统 台湾永远一个假象破除不掉 这如果马英九来做照片不是这样 我们就让他们的希望来说 这可能也是 那你可以说阿Q 可是他也是某种程度 老天给我们的一个试炼 让他们认为最好的 我给他做博物 结果各位 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讲 其实有某种程度的一种 愤怒可是有某种程度的一种解放 这个解放就是说 这就是你们口中最好的 包括你们男人你们都看不下去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也许台湾会有一个机会 这个就是说这个山穹水尽 已无路 留爱花民又一村户 有非常多的朋友 是在马英九上台之前 不跟五独立营在一起的 或者各有自己的独立民作的这种思维的 马英九使我们团结起来 马英九使很多社会团体重新 不是回到民地党这边 而是又回到 以台湾为出发点的绿营 广义的绿营 这个是马英九执政以后的一个政绩 这个政绩就是大家对于有一些幻想 包括非常多的中国的民运人士 我开始大家都知道 我开始有一次在电视上头 我开始 他对民进党看的是有什么好意呢 他在电视上头说 马英九怎么这么猪头 那很多猪龙就抗议了 对不对 马英九怎么这么猪头 那他讲的就是什么 他讲就是马英九六四发表敢言 他在百分之三小小的披下中国共产党 但是百分之七都没有 说会有进步 所以海外的民运人士 现在要来跟马英九碰面 要来见国民党的官员 甚至于明代是门都没有 是门都没有 那就让这些人让这些人的梦想 他怎么想这是一个反共 是一个反共 要维持中国传统的一个独树人 温娘公解辣 结果发现是推 拉 抓 拱 撞 必然更糟糕 这个失望以后的认知 这个才是真正的认知 这符合 我们这里是尼采天 符合尼采所讲 那做人先要做什么 先要做狮子 然后再来做骆驼 再来做婴孩 做小孩 你要先经过前面那两段 爱怀 爱定 这个时候你才能有一个 纯真的隔壁 甘主隔 那台湾人可能必须要走过这一段 看起来似乎有时候看起来觉得 永无止境的一条坎坷的路 不过我们如果讲说这个民主的gata跟挑战 那假如我觉得如果台湾的小孩 或者台湾的整体的人民 我们有这般人低 我们对于台湾的 我们可以让小孩子 或者让我们大家可以理解到 小真的是一种美 如果大就是美的话 各位想想看在欧洲 荷兰 比利斯 乌森堡 波罗的海 三小国 甚至于北欧那几个国家 到时候没有一个帝国 是两个帝国跟法国搭 可是对他们来讲 这些大小都不是问题 那是什么 就是隔壁 这个是对我常认台湾人的自卑感 是从日本时代注下注到进去 碰到中国 我以前我到德国去不说了话长 我简单讲 我1982年出国的时候 我到德国去 很多德国人问我是哪里来的 我几乎都讲 然后他们就开始讲北京 讲长城 我说来来来 你是这些人 那是Fly China 是有种Free China 然后他们讲那你为什么不讲台湾 为什么不讲台湾 那这就是什么 自卑感 我们被教育到 中国即便是共产国家 但是中国这么大 这是我们的教育 那这个教育要把它撕开 花了很长的时间 那我们的小孩其实是 是我们的小孩是没有受到这层的污染 但是我们发现马政府他在怎么样 在有意无意的让我们的这一代觉得 台湾的希望在中国 他们做的是这样 一切没有中国不行 连光光没有陆克也不行 台湾变成荷兰叶 变成陆特丹 陆克变成救命丹 台湾就变河南了 所以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信心 可以建立在我们对于 不是对于民主价值 而是对于这一段坎坷的过程 我们走过来 那还在这条路上 好 我想我告诉大家 两年二十还有十分钟的时间 那有Quickly Run Away的QA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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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